自作彩架的这种工业 从八几年都做到现在了 做了几十年了 这个彩架 我们边缘彩架的流传下来 到今天有150多年的历史 传到我们自带的有五大人 做网络的一些工具 制作的工厂在这里 全部都做了 你下任务给我 给那个主题给我 我就下那个主题来 自己两三个图给他看 都是这样 彩架艺术它是从广东那里传过来的 他的技艺就是台阁上那种表演形式 这个彩架它结合了那个力学 还有那个化妆学 还是什么那个数学啊什么 都包含在里面的 它是一种比较综合性的艺术 那像这种就是挑选小孩 小演员这方面 也是年轻的挑选 对对对 挑选小孩的还有讲究的 因为身高啊体重啊 还有相貌啊 还有胆子啊什么都合格才行 不然的话上不了那么高的 那个台阁的 我老婆就是配偶我做 她就这样 因为同样的服装一样 我裁剪出来就给她吃嘛 吃好吃了就才可以啊 就这样 不然的话我一个人做不来那么多呢 她是这样 什么都会的 很少啦 这种艺人 现在因为制作材料它它包含了那个历史背景 也要懂 造型设计也要懂 力学平衡也要懂 铁衣铁杖啊这种也要懂 木工装饰也要懂 化妆也要懂 服装裁剪也要懂 它包含了好多种的艺术 它是这样才做得一台好的彩架出来 今年台湾 举办的是那个庆丰节 它叫庆丰节 所以说 我们就按照它的中心是想来设计了这种 这个庆丰收 的这种东西啊 我们每年都出去 展演这种非物质好像渔场 我们彩架也是这样 就是每年都去啦 这个炮龙节啊 希望你们也来我们边缘参加那个炮龙节 那个很多好热闹的这种